今天我们要买很多热带水果尝尝 现在我跟弟弟来这边本地的水果蔬菜市场 来买一些这边的热带水果 看看这边的热带水果都多少钱 这个菠萝蜜怎么卖的 6块钱一斤 香蕉多少钱这个 4块钱一斤 这个芒果多少钱一斤 6块钱一斤 这百香果多少钱一斤 8块 百香果8块 这个甘蔗多少钱一根 8块钱一根是吧 这番石榴怎么卖的 这个番石榴4块 番石榴 这个番石榴是4块的 这个莲屋是8块的 这个是6块的 这个是多少钱来的 羊桃是4块的 这个蜜枣是5块钱 那个大的芒果是9块还是8块钱 大的芒果是9块 这个是 这多少钱来的 这个4块 这个4块 这个来两个吧 这个 这叫什么来着 叫番石榴 番石榴 来两个 这个鸡蛋果跟莲屋都把块 我们来装一点 好 这个凤梨多少钱一斤 5块钱一个 这边老板卖凤梨10块钱卖5个 我们花5块钱买了两个 现在我跟弟弟已经买完水果回来了 我们买的都是一些在北方不太常见的水果 像芒果呀 香蕉啊 苹果呀 橘子呀 这一类的水果呢 我就没有买 我们买了羊桃 莲屋 还有这个凤梨 这个叫攀石榴 还有百香果 鸡蛋果 这两个青柠檬和梨是酒店送的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买的这些热带水果的价格呀 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大家呢 可以联系自己 本地也卖这种羊桃啊 莲屋啊 或者是这个攀石榴的 这个价格到底是我买贵了 还是买便宜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来尝一尝 8块钱一斤的莲屋 我跟弟弟一言一个 但是水分蛮多的 挺清爽的一种水果 现在呢 我们再吃两个 4块钱一斤的羊桃 这两个羊桃花了 5块多一点 这羊桃吃起来就挺清爽的 然后还有一种 淡淡的酸甜的味道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吃一个鸡蛋果 据说这个鸡蛋果也很难吃 好像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鸡蛋果 现在我们来先切一下 嗯 哇 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面 就像那个鸡蛋一样 就很面的那种 像鸡蛋黄 地瓜 嗯 吃起来什么味道 弟弟 地瓜的味道 嗯 地瓜的味道 就很面嘛 还可以好 还行吧 嗯 就不算 不算太难吃 就是很面 这个鸡蛋果的营养价值应该很高吧 嗯 我们现在再来吃两个潘石肉 他说这个潘石肉是他们当地本地产的这个潘石肉 然后这个好像是也是四块钱一斤 然后现在我们我跟弟弟来切一个吃吧 这个太大了 我们真的吃不下了 这个味道像无意 对我们吃过 我们吃过这个 它的果肉实在是太粗糙了 然后口感呢 也一般 就酸酸的 淡淡的甜味的这种口感 现在我们再来切一个凤梨 我胡胡胡 你大碗 我是二碗 今天我们这个凤梨呢 是花了十块钱买了两个的 昨天的一车的凤梨 要比这个要便宜一点 还有我一直搞不懂一个事 就是凤梨跟菠萝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吃起来呢 凤梨跟菠萝好像是一个东西 但是我在一些超市来看呢 就是凤梨跟菠萝呀 是分开来放的 就是说凤梨跟菠萝不是一个东西 今天为什么没有买甘蔗和椰子呢 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买过了 这个甘蔗呢 是八块钱一根 我之前就有买过 这个甘蔗吃起来还挺甜的 但是呢 椰子啊 普遍是九块钱 或者是十块钱一个 价格也还好吧 就那种新鲜的大绿 绿皮的叶子嘛 然后还有啊 就这边卖水果的老板真的挺好的 我之前跟他说 我想买一些这个水果来尝一尝 然后呢 我之前挑了一个鸡蛋 鸡蛋果是那种 就是不太熟的 然后呢 他直接就是把我挑的那个放下来 说你要是直接要尝的话 我给你挑一个吧 然后他就给我也挑了一个鸡蛋果 就是熟了的 横面的那种 然后还有我买凤梨的时候 有一个凤梨呢 是坏掉了 然后呢 他给我换了一个 他看见了是坏掉了 我自己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他去给我装袋的时候 把那个坏的拿出来 又给我换了一个 真的这一点 我真的是挺软的 然后今天这一期呢 在海南这个热带地区的 这些热带水果这些 价格的口感的体验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湘西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